想必网红这个名词大家并不陌生 无论是推特还是网购 都有网红推荐的东西在售卖 或者网红用过的东西 他们或者他们是直播平台上的宠儿 活泼开朗幽默 陪伴大家吃东西 逛街 分享浪漫和小清新 崇尚活着就该自由 尝试各种挑战 有着邀一位网红姑娘 她把她的网红生涯讲述出来 其实并没有那要悠闲快乐 她的工作主要就是每天吃喝玩乐 晒照片 秀酒店 秀美食 秀游乐场 秀沙滩海边比基尼 登山自行车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轻轻松松赚千万 绝对是高薪中的宠儿 拥有五万固定粉丝的她 突然有一天选择了退出网红的世界 这是为时妖呢 几乎她所有的推特都是快乐的 和朋友们在一起 青春尽力 永远洋溢着幸福 但是这些微美的照片 每次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挑选 然后琢磨 应该配搭时腰样的心情 才能看上去非常的悠然 自得 很享受 吃多少都不会胖 晒沙滩 吃美食 秀美食推荐 各种诱人的高热量卡路里美食 比基尼装S曲线 真是看着都令人羡慕 怎样吃都不胖 网红的秘诀是食妖 只是台照 而不是真的去吃这些东西 一天下来 根本没吃几口 为了维持身材 经常挨饿的状态 还要笑得天真活泼 这些诱人的食物 只是拍给人们看的高热量 的饮料 根本没碰过 只不过倒掉半瓶 留半瓶 以为他喝了 制造个吃过的效果即可 他很憔悴 如果不化妆 他就像个憔悴的老人一样 花一样的年华 他觉得自己每天都活在虚拟的互联网里 一点都不真实 每天去花青丝寻找更多新奇好玩的东西 但是自己并不快乐 为了美美的拍一张照片 涂脂抹粉 做头发 挑衣服 每天要换好多套衣服 换好几次妆 还吃不饱饭 不敢碰汽水 这种痛苦 他说他受够了 能够放弃 做千万宝贝 人们眼中的上帝宠儿 小编真的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 他却做到了 无论过去是辉煌还是痛苦 都勇敢的 放下 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任何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有血汗的付出 毕竟不是所有人 在得到殊荣之后 还愿意放手的 祝福他 勇敢的姑娘 喜欢清呼吸 就关注清呼吸吧 这里365天 每天都有新闻发出 各位读者也可以点赞 支持小编的文章 让小编更有动力 谢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谢谢